好,在这个段中呢,我要介绍的是 PowerPoint的图片分割效果 就在营物上你看到的这样子 图片它是做分割的 然后右边它的文字部分 我已经有提供底稿 就是说,已经做好设定了以后呢 支架配合的 那怎么样来做成这样分割的效果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先要插入图案 选择矩形 那矩形选择完以后,你就把它画方框 先画一个方框 画一个方框以后呢 你再根据你自己感觉上的一些感觉 有没有 先把它按滑锁右键 选择设定圆形图格式 图形格式 把它变成没有线条 无线条的 无线条以后呢 我们要做效果嘛 要做效果的情况下 你第一个动作就是先要干嘛 阴影 然后把它做一下 阴影要做哪里 偏右下 位移是右下方的 右移是右下方的 好,让它产生什么 产生的一个阴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一点点的阴影 好,一点阴影后呢 所以我们开始啊 做第一个动作 把它按Ctrl键 然后把它拖出来 拖出来以后呢 你要自己知道 你要放哪里 你要多大 要怎么对齐 这都是你要自己去干嘛 去做的 所以我们的图片大小 你要自己去调啊 你觉得你的图片要怎么样 要怎么调 你就反正就是这样 一个按 一个出来以后 你再去做干嘛 调整啊 你觉得你要怎么调 它的花样会比较好看 然后干嘛 就这样这样调 有没有 大小 花样都是要干嘛 你自己去调整的 那我们呢 调出来呢 我是调成这样子的一个图案 然后 这个板是我调出来的 不是代表一定要这样子 是你可以自己再去做一些修正 你觉得哪边要调整或干嘛 都可以 你就自己做一个 你自己想的 想了以后呢 你要再干嘛 当你都调整完毕了 位置也都放好了以后 有没有 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把它拉一个方框 或者你按Ctrl A Ctrl A 有没有 把它框起来 然后再按Ctrl C 把它合并成一个物件 合并成一个物件以后呢 注意到你的填满的部分 要选这个 图片或材质填满 你们填的时候 绝对不会有这个 这是因为我前面已经做过一次了 你们填完以后呢 你要选择的是插入 然后从档案 去挑一张你觉得合适的图片 那我是刚刚挑就这个祈祷 因为我要跟那个 我的文字配合 所以我就插入这张 有没有 它就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呈效果 那如果说你感觉上面来讲呢 这个效果不是你 特别的怎么样 喜欢 你还可以干嘛 我讲一句实话 你不要图片格式 你可以把它干嘛 再取消群组 要干嘛 单一 调整 调整 你可以 这个可能我要拉大 这个我可能 我要觉得我也要拉大 有没有 好 我再把它干嘛 全部选起来 在 Ctrl 7 再把它 组成群组 有没有 你就发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什么事情 你的图片有没有 已经变了 变成各张图 有没有 所以要特别注意到 你这一变各张图 你就得要重新干嘛 再来一次 图片及材质填满 有没有 它才会正常化 才会正常化 那就是说看你自己 你觉得你这个图片怎么排 排得漂亮就好了 排上就好了 好 然后勒 再来 就是第二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要把你的文字干嘛 这个底稿有没有 你做好的 把它再复制 移到我们这个页面有没有 把它选贴上 贴上以后你再去干嘛 决定 你在搞是不是跟这个合 而且这里面有所谓的什么 分配位置的问题 你自己要去调整 你看你觉得 你怎么去调 你感觉看起来好看 有没有 这都是可以做调整的 你不能说我一次都做好 我相信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就跟你讲说 你这边再做调整 甚至你的文字里面做一些什么效果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有 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地方有点乱 你甚至可以干嘛 要让它统一 有没有 你可以自己干嘛 按空白键 去调整它的位置 有没有 让它统一起来 了解我意思吗 或者你是干脆就干嘛 偷机按什么 TAV键也可以 我现在就碰过 有学生体的问题点 他这个地方也可以按TAV键 有没有 那这样的对齐是绝对的 绝对会对的很齐 水滑根捷在这个地方 它有这种功能 因为我现在那个滑鼠上面 它有点不正常 所以才用这个方法 有没有 那这个是干嘛 是有很多人提的 就是说它需要干嘛 让这个整个文章看起来 是非常漂亮的 有这个意思吗 那这样你看一下 你就觉得干嘛 很好看 因为左右两边 都对齐了 都对齐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看你个人 看你个人 你怎么去设计比较好看 都可以